一间企业股价飙涨 通常都是老板跟高层 才有机会成为大富翁 中国这间镜头厂 顺与光学却很不一样 十年来股价飙涨95倍之多 连Netflix涨幅都没有他狂 公司员工、厨师和警卫 也都一起成了亿万富翁 这都是因为 创办人王文健的慷慨大方 根据同博报导 90年代 顺与同一家商镇企业 改成股份制公司时 王文健不只将股权分配给管理阶层 早期员工也都有份 后来这些分散的股权 集中成为一个信托 目前约有400名持股人 拥有顺与35%的股份 2007年 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 挂牌上市 从此踏上了 与全球光电企业 同台竞技的世界舞台 如今的顺与已经变成台湾鼓王大力光的劲底 市值高达1790.3亿港元 相当于6878.33亿台币 为三星和小米提供镜头 也难怪有专家说 为工人创造财富 顺与光学是最杰出的例子